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這部影片的主題是要介紹 光炮神速這個卡池裡面的角色 目前的火狼雷圈卡池 預計會在8月9號中午11點59分結束 在下一個卡池 很有可能會塞一個暗屬性加倍池 這種屬性卡池通常不會開太久 而且台服有時候也會有 兩個池重疊的情況出現 所以預計這個光炮神速卡池 應該會在一周內推出啊 到時候也很有可能是 跟這個光彩摩天樓的大型副本一起推出 所以我的下一部影片 很有可能就會介紹這個光彩摩天樓的副本 副本里的三把武器跟角色 真的都是非常實用 那我們就留著下一次再講吧 還沒按讚訂閱我的 趕快按讚訂閱我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的消息 後面也要光炮神速卡池的一些配對 有可能會用到摩天樓的一些武器 因為他們是同時推出的嘛 好那我們就接著來看到這個卡池吧 這一次的光炮神速卡池裡面 總共會推出四個新角色 其中有三隻都是光屬性的哦 卡池裡的四隻新角色基本上都很不錯用 尤其是左上角的光炮 這隻角色可以說是開啟了 各屬性PF世界的大門 PF界的最強掛件就是這隻角色 右上角的神速 可以提供光Fever強大的輸出貢獻 左下角的藍毛或者霍普 能夠提供稀有的光屬性耐性代量程區 而且還有PF加成 是光隊或者PF隊裡面好用的掛件 右下角的猥瑟男 或者阿拉丁神燈 穆迪亞加 他是水技章隊裡面非常強大的一個輸出手 總而言之 這次卡池裡面的四星跟五星角色 都是各有用途的好用角色 那我們就先看到裡面的最大獎光炮吧 首先光炮作為隊長的話 可以給光屬性角色攻擊力40% 跟強力彈射傷害加成40% 這個倍率中規中矩 可以作為隊長 但不是特別突出的隊長 主要強大的地方 還是他的技能跟被動效果 光炮的技能跟火龍的特效差不多 都是往前噴一段 然後每一個打到的敵人會有30combo數 能夠提供大量打PF所需的combo數以外 還提供了20秒的強力彈射傷害加成100% 這點就跟火屬的技能效果一樣 奠定了他在PF隊裡面當強力掛件的基底 接著來看到光炮的被動效果 他的被動效果也非常強大哦 被動一跟被動二 在達成一定條件的時候 都可以給強力彈射傷害50%的加成 被動一跟被動二加起來的效果 就已經比一個強力彈射隊長 能夠提供的加成要多了 更誇張的是被動3 在達成40combo的時候 可以直接提供250%的強力彈射傷害加成 這個數值像是用腳填的一樣誇張 以及於任何隊伍 就算不是光屬性的隊伍 也會把光炮放在主要位 因為他能夠提供的數值 真的是高到離譜 雷圈100combo也只有加100%攻擊力吧 另外被動一還有一個普普的效果 就是在做隊長的時候 可以有30%的攻擊力加成 光炮沒有那麼常做隊長 所以這個還好 比較重要的是被動二的另一個效果 在20combo的時候 能夠給予10秒鐘的貫通效果 技能持續期間內 如果你重複達成這個條件的話 那時間會刷新 如果配合大額的話 就可以有無限的浮游貫通效果 配合火面貓隊 也非常容易觸發這個貫通效果 隊伍裝備的半槍收益 也會因此跟著增大 總而言之以上種種 都讓光炮成為一個 非常建議取得的人權角色 既能有大量combo數 還能提供超額的PF傷害 跟貫通效果 讓他在不同屬性隊伍裡面 都發揮的非常出色 未來的幾次競速裡面 光炮也會是最優級裡面 一個非常好用的隊員 那我這邊簡單放一些 各屬性可以用到光炮的隊伍 首先光隊就是用采劍當隊長的隊伍 這隊伍也是未來打 摩天鵝會不錯用的光隊隊伍 如果有生存壓力的話 可以把入住卡換成三星的光奶 火隊打火PF的隊伍 靠船長花魁之類的角色來累積combo數 風連擊隊可以打無限的漂浮跟貫通效果 依靠大額風奶的漂浮效果 跟大額眼鏡妹的combo數 讓光炮也可以一直觸發的貫通效果 等後兩個版本出了風天狗之後會更好用 因為有開場滿充跟給隊友充能的效果 至於雷隊跟暗隊 目前可能還差一些配件 不過後期的競速 雲水試煉跟異光試煉 兩個的最優姐都是有帶上光炮的隊伍 因為光炮提供的傷害加成實在是非常多 以至於日服也有組出這種 靠著隊員加成 隊長隨便帶 酸條狗都可以打過關卡的隊伍 隊伍當然不限於這些 只要你想不到要帶什麼角色 上光炮就對了 總之如果能夠拿到光炮的話 非常建議你一定要把光炮給帶回家 好我們看到下一隻五星角色神速 神速的隊長技能能夠提供 光屬性角色攻擊力40% 還有直擊傷害又10%的加成 這個倍率是還可以的 跟我們的水直擊隊長 水坦是一樣的 假如說你的光隊沒有其他更好用的 隊長人選的話 神速現在當隊長是也還不錯的選擇 技能打的倍率算正常 但還有另一個效果可以給他 追擊傷害加成 追擊傷害就是在敵人 breakdown的時候的傷害加成 那這個算一個獨立的城區 所以有些踢罐隊伍也會帶上神速 還不錯用 最後還有一點 就是神速的技能槽非常短 只有380 所以他一次跟一次的開技間隔 很快就可以再開到他的技能 那為什麼說神速是光fever的輸出手呢 這就要看到他被動1跟被動2的效果 被動1首先在自身回復HP的時候 可以給自身技能槽加5% 最多20次 這點就跟光fever隊整體都蠻切合的 因為光fever隊很多角色都有再生的能力 也有再生之後可以得到效果的能力 所以加速他技能的迴轉 就可以讓他造成更多傷害 被動2則是簡單粗暴的 在進入fever狀態的時候 就會給所有光屬性角色直擊傷害加成 100%的直擊傷害加成 比他自己當隊長給的倍率都要多呢 另外被動1還有一個效果 可以開局給自己技能槽加80% 如果開場可以打到9C的話 配合神速的主動技能 Bredown傷害加成 這個效果可以讓他在踢罐隊 有一些好的發揮 最後神速如果放在主要位的時候 每次發動技能可以給自己15%攻擊力 還有15%直擊傷害加成 跟80%的fever槽 這些加成只能說中規中矩 如果有更好的角色可以放在主要位的話 神速並不會那麼長放在主要位 總結一下 這隻角色整體而言還是非常不錯的 在光fever隊裡面能夠提供大量的增傷 開場有充能 而且技能槽又短 又有迴轉加速的被動 最後還有個breakdown的城區 讓他在踢罐隊裡面都可以用到這隻角色 目前的光fever隊也可以用神速來當隊長這樣組 神速跟雷弓開場進fever狀態 而且他們提供隊伍的輸出量 普黑跟技術師 受到回血效果的時候可以維持fever槽 光王子跟快玉維持隊伍的再生效果 半周年後有李黑這個更強的光fever手的時候 可以再把李黑放成隊長 那珠子跟魂珠我這邊就先不調 那到時候再做相應的調整就行了 神速也可以組出踢罐隊 其實主要還是依靠光炮火狼的pf傷害 配合叢雲他們就有兩個追擊傷害的城區 讓敵人在breakdown的時候受到大幅的pf傷害 想要把光fever玩的更強的 可以把這隻角色給抽出來 不過整體而言 這隻角色的泛用性是沒有光炮高啊 後面要介紹的兩隻四星角色也都各有用途 但不建議你去為了四星角色而去抽卡 因為四星角色也比較容易歪到啊 好先介紹這個同樣是光屬性的藍毛 他也可以作為隊長 倍率是比光炮在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也是一個可以用的光屬性隊長角 但更重要的是他技能效果能夠提供 光屬性耐性量的效果 這個比較稀有的城區 讓他成為光隊一個非常好用的隊員 被動的效果同樣很優秀 而且大部分都跟光炮其實還蠻像的 像是被動一跟被動三 都是跟光炮一樣 在滿足差不多條件的時候 提供一個倍率稍微低一點點的傷害加成 被動三的100%強益彈射傷害加成 雖然不弱光炮的250%這麼誇張 但是100%也是已經非常多的 強益彈射傷害加成了 被動二在強益彈射傷害有提升的期間 隊長攻擊力會加50% 所有技能組都是可以輔助到隊友的 只要隊伍是光屬性的 或者能打出PF的話 這隻藍毛就是非常好用的人選 好最後這個猥瑣男 或者阿拉丁 其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一次的卡車裡面 他跟這次卡車的主題好像沒有什麼關聯 看起來也不像是那種 未來式的那種感覺 不管怎麼樣看到他的隊長技能 隊長技能其實提供的倍率還可以 能夠給水屬性角色攻擊力加成 還有強益彈射傷害加成 問題是水屬性的隊員通常不打PF的 所以比較少人去用他當水隊的隊長 這隻角色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技能 打一拳 然後28.5倍的傷害 這個效果配合能給技能傷害加成的角色 就可以打出非常高額的傷害 常常見到的配對 就是拿他放在水彈下面來打技能傷害 這隻角色的被動效果 全部都是跟強力彈射有關的 有一點點可有可無的感覺啦 被動1簡單粗暴的 給25%的強力彈射傷害加成 被動2強力彈射5次的時候 可以回復10次技能槽10% 強力彈射level 3 5次的時候可以給一次50%的技能槽 被動3放在主要位 發動技能兩次的時候 會有一次50%的強力彈射傷害加成 發動技能4次的時候 會有一次的100%強力彈射傷害加成 這些被動不好用的原因主要就是 水隊觸發強力彈射真的沒有這麼頻繁 而且他有些都要發動好幾次強力彈射才會觸發 所以就當這些東西是附帶的就行了 最後還有一點 因為阿拉丁是精靈組的 配合後面會出的一個精靈武器 又可以給阿拉丁多一點點技能傷害的加成 好啦那這一次光炮神速的卡池 就講解到這邊 推薦大家為了抽到光炮都可以 砸一點石抽在這裡面 說錯了不是砸一點 是砸你全部的石抽在這裡面 知道你抽到光炮為止 主要也是後面兩次的 五星角色都不是特別有用 大獎反而是他們的四星 不過小克玩家如果沒有 抽到光炮的話也不用灰心 因為半週年的超德活動 可以用1500個有償石 去直接換取一隻你要的角色 好啦那這部光炮神速的卡池講解 就講到這邊 因為我在影片入完的前一刻 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暗屬性的精選轉彈是 8月9日到8月13日 所以合理推測 不跌池的情況下 光炮池應該是8月13日之後推出 但現在也還不好確定 所以我先預祝大家抽卡順利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我是達爾 喜歡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們下集再見哦 大家拜拜